阳明山国家公园 是台湾唯一具有火山地质特色的国家公园 许多初次来到这里的游客 都会对不断喷出蒸汽的景观感到好奇 在我身后的小游坑 是阳明山国家公园内最著名的地质景观区 海拔高度约800多公尺 是我们园区内最好的火山地质教室 小游坑喷气孔的行程 适应火山活动终止后 地底余热及火山气体 沿着列系上升而冒出地面的出口 至于喷气孔的温度有多高 我们可以到小游坑游客服务站内 看看喷气孔的即时温度监测 目前的温度显示在95.4到5.5之间跳动 所以您可以看见 在喷气孔周遭的岩石 颜色很浅 而且质地非常松软 这正是因为这样高温以及酸性的作用所造成 我们称这种现象为热液换植作用 而这也造成小游坑周边的山坡不断崩落 而形成这种崩塌地的景观 在喷气孔附近 因为温度高、酸性强 除了少数特殊的菌类及藻类之外 几乎没有任何生物可以生存 必须稍往外围 温度及酸性降低后 才会有芒草等植物出现 在小游坑 游客最常问的问题是 大屯火山群究竟会不会再度喷发 根据阳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委托专家学者进行的研究成果 我们可以了解 在七星山底下 虽然仍有岩浆库存在 但并没有立即喷发的危险 来到小游坑 我们可以运用五官来体验大自然 首先 眼睛可以看到喷气孔中 不断喷出白色蒸汽及美丽的硫磺结晶 耳朵可以听到火山气体 由地底伸醋 不断喷出的嘶吼声 或是用鼻子闻一下火山气体特殊的气味 说到这儿 您是否已经对小游坑的种种 有了初步的认识呢 阳明山国家公园 杰城欢迎您来体验